9-2 结构阵列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解9-2 结构阵列 在这个小单元里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常用的结构一维阵列和结构二维阵列 首先介绍结构一维阵列 阵列是由一群具有相同资料形态的变数集合而成 结构则为自定义的资料形态 所以将一群具有相同结构的变数集合 集为结构阵列 接着我们来介绍宣告结构一维阵列的语法 还记得宣告结构变数吗? 宣告结构一维阵列与宣告结构变数雷同 定义结构后 结构名称就可视为自定义的资料形态 所以就可使用结构名称来宣告阵列 宣告结构一维阵列语法如下 Struck 空白结构名称 空白阵列名称 中括号里面填上阵列的元素个数 与宣告结构变数相同 Struck 这个关键字在西语言需保留 西加加则可省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宣告结构意为阵列的范例 以上一个小单元Pokemon 结构为例 我们要宣告一个可存放1000个成绩宝贝的结构意为阵列 结构定义与宣告合并的语法如画面左方所示 我们定义一个Pokemon 结构名称 结构成员如蓝色程式码部分 紧接着宣告结构意为阵列Poke1000 右方翻例为先定义结构 再另行宣告结构意为阵列Poke1000 这一页呈现结构意为阵列Poke1000的示意图 意为阵列Poke有1000个元素 而每个元素为Pokemon 结构 Pokemon 结构有7个结构成员 所以其存放方式示意图如下所示 举一个简单的结构意为阵列的程式范例 定义结构School 其成员有左号NUM 姓名Name 国文成绩CH 英文成绩EN 数学成绩MA 总分Total 在面主函式里 宣告结构意为阵列STUDENT3 并给定初始值 分别为座号姓名 国文因素三科成绩 如1号姓名为EMMY 国文90分 英文80分 数学70分 跑一个破回圈 计算这三位同学的总分 接着输出这三位同学的座号姓名总分 输出结果如画面右上方所示 接下来介绍结构二维阵列 宣告结构二维阵列的语法如画面上所示 与结构意为阵列的差别为 阵列名称后方有两组中挂号 分别为二维阵列的列数与栏数 School这个关键字一样 在C语言需保留C++则可省略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结构二维阵列程式范例 假设全校有30个班级 每班有50位学生 我们想依班级来储存学生成绩 可宣告结构二维阵列来存放 只要宣告结构二维阵列有30列 每列代表一个班 一列有50蓝 程式码如右方所示 第四行到第八行为定义School结构 在一面主函式里 宣告School结构二维阵列 class 30 50 接下来第12至第20行 以双成分为圈 来读入所有学生的 座号姓名 国音速三科成绩 这一段影片跟大家讲解 如何宣告结构阵列 并用范例让各位同学快速了解结构阵列 下一段影片要跟大家介绍 93 结构阵列实物演练 计划 程式 gab property 寻迎订 电话 中相玩 体 编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